我当时是有两个学位 然后也是国际租赛法律顾问师 因为我家里面 我的父母很希望 我们家能处一个法官 或者是检察官 所以我一直是觉得 这是我爸妈的心愿 我很想去完成它 但是后来 在我28岁那一年 我突然感觉到 这份工作根本就不是我喜欢的 那时候我就做出一个决定 我想去做教练 当我把这个想法 跟我父母一讲的时候 他们好生气的 你给我滚出去 你怎么知道 我爸爸就是不想 包括我整个家族 那些亲戚他们都讲 说我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就是一定莫名其妙 要去做教练 然后那一年 我不顾爸妈的反对 我一个人去了铲杀做教练 我刚去的时候 我爸妈跟我断结关系了 那一年他们不跟我联系 然后我租了一个 失误平民的小房子 然后上班的那个地方呢 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半小时 每天来回要三个多小时 而且我第一次去应聘的时候 人家不要我 嫌我年龄太大了 他说我们这个教练 女教练都十七八岁的小女孩 还没有你这种二十八岁 还过来当教练的 我当时很受打击 但是我的同事们都很排斥我 因为我是跨专业的嘛 我是从 我是从 我当时的屁股们都很于天国了 我当时 能令我看电脏是一种一种传续的 我当时刺野人的一种传续的 我当时在这个也得到 我当时在 состав了一种传续的 到现在为止先生多少年了 我运动的话是22年了 因为我是从13岁开始运动的 最高的执照是什么 我是我们国家 就是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教练 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 就是你什么时候结的婚 31岁那一年结的婚 那也挺晚的呀 也就是当教练之后结的婚 是的 他是不是也是一个运动爱好者 他以前是一个职业的运动员 这个有孩子了吗 我宝宝八个月了 那你高龄产妇啊 对啊 你今年36 我是去年生的宝宝 你赶紧告诉一下他们 怎么恢复身材的 很多人都说年轻 2456很好 我是20天的时候恢复身材的 就是从我知道我怀孕开始 我就开始管理自己的饮食运动 因为我的整个孕期 我只增重了10公斤 那你孩子多大吗 七斤四两 也就是说它是属于那种体型 就是怀孕的时候只有肚子大 其他地方跟原来一样 薄片大象 今天你父母也来了 就是那个 你滚 不理解你的 让你离开家庭的父母 他们已经来到后面了 来 我们掌声 有请你的后面 我来自湖南永州 湖南永州 我叫辛金元 今天吃吃飞 我是父亲时候的妈妈 来自湖南永州 永州 今年63了 刚才说到你特别不认可他做教练 那个从小竟然生病 心体不好 老师三岁以后 他是在我们当地是学霸 学霸 他是每一次考试 他都是一年二年的 拿了很多的冠军 奖金 一等奖 拿多都不得了 但以后也考上了很好的大学 以后 他是考试公务员 他不去 他要搞他的教练 所以说我们全家大小 都有意见 我觉得这个女孩不听话 来 你走了 不要你了 我没这个女 因为我是个小孩 小了一个算了 就这样 那现在看到他取得的这些成就 那你又是什么感受呢 现在改过来了 比较 如果不改过来 我今天不会来 也改过来了 那你有什么想对爸爸说的 对爸爸妈妈一起说 爸妈我知道 在你们心中 我这一辈子 没有进检察院 或者是法院 带一名法官 或者是检察官 是一个遗憾 我觉得这份工作 就是可能会给我带来荣耀 可能会给家里带来荣耀 但是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觉得现在我做一名教练 传递给大家的是阳光 是健康 带给很多人 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尊重我 这一份工作让我很有社会价值感 而这份社会价值感 是我在法院 检察院工作 可能我觉得是感受不到的 我们家有四兄妹嘛 从老到大呢 我生病 然后家里为了我看病 确实很折腾 尤其是在我们家那个时候 家境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而我呢 16岁开始就开始在外地上学 我在你们生病的时间是最少的 同时我感觉我进的校也是最少的 我现在想跟你们讲的就是 以后我会多的花时间陪你们 因为以后无论工作再重要 前途再重要 宝宝再重要 都不如现在你们在我心里面重要 来 一起抱抱 爸妈 我爱你们 谢谢你们 抱抱 接下来今天的心愿是你的是吧 来 你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希望能处一套完整的健身教程 来 请回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愿 因为好多女性对产后康复 这块根本就不了解 那我很希望能够教她们 怎么样正确地在运气 管理自己的体型身材 以及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 所以你看吧 她的教育方式就不一样 她会用这种形象化的比喻的方式 告诉你 任何的事物都有不完美 即便是一朵雪花 对 没有完美的事物 你有你的珍贵 你看现在不挺好 对吧 谢谢你 女儿有没有做过 特别让你感动的事情 她刚上初中的时候 参加了青岛市的 残疾人的文慧演 我记得她演的是小品入口 然后奖励了她三百元钱 然后她拿到这笔钱 花了一百多元 我记得 她知道我胃不好 给我买了两大瓶液体的药 就放在我们家 那个除最显眼的地儿 我说 我们爸这谁买的药 她爸说是女儿买的 我说你为什么给我买药 乱花钱 你给你自己买点东西 买点你喜欢穿的衣服 买点学应品都好 她非常生气 她说爸爸妈妈不理解我 你把这药给你的妈妈吧 然后我一觉得她不高兴了 我说孩子 这是你的人生的第一笔 这个奖金 应该给自己买点东西 做纪念 说这是我的心意 我说好 妈妈理解了 谢谢你 还有呢就是 08年 我就胆结石 摘了胆 她呢请假呢 从北京飞回来 给我赔床 特别的细微 纱布啊 给我润唇 这个细心干干净净的 医生说 哎呀你女儿 比我们还专业 然后呢我太疼 打了那种志同针 我就睡着了 她呢就跑到这个 鲜花店 买了这么一大棚 这个非常美的 那个粉色的玫瑰花 99朵 然后呢就写了 亲笔写的 就妈妈早日康复的 这个幸福语 就插在这里边 就放到我的床头 非常美的这个 这个玫瑰 哎呀真玫瑰啊 真美 我说多少钱 她说580块钱 我觉得又疼晕了 我说孩子 你花那么多钱 她说我的心意 她给所有的护士 都买了那个巧克力 给大家吃啊 谢谢大家 对妈妈这种关爱 很善良 人的善良 就一定会收获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新田的幸福心愿 依然是你们配合的 那种方式 好吗 好的 来上前一步 说出你们的幸福心愿 好的 我们的幸福心愿是 拍一部 以我的长辈为主题的 幸福短片 好 谢谢 来 请回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心愿 因为我退休之后啊 就来到了北京的 中国电视文艺工作委员会 我们的委员会呢 每年要在 久久重阳节之前 举办一个 我的长辈的 微视频 微电影啊 作品大赛 新田呢 他就想跟我一起来 践行尊老 敬老 爱老的这种 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 这个传统美德 是弘扬校文化 其实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啊 我们特别怕出现短板 而这江心田呢 他在一个听力上的障碍呢 其实人生就出现了 一个大的短板 这短板当然很遗憾啊 你作为他的母亲呢 我觉得就用其他方面的优势 给补齐了 这一点呢 让我们觉得特别欣慰 实际上这样的话呢 他的人生会过得很幸福 很快乐 作为我们梅尔木医院呢 我们愿意帮助你呢 实现你的梦想 谢谢您 谢谢你的善良 谢谢 来 我之前呢 也看过新田的演出 当时我们地方啊 残联邀请过 残疾人艺术团 到我们地方去表演 但是吧 那时候还真不认识他 今天呢 也非常荣幸吧 在这节目上 这演出 能够结识新田 我们长存康达医院呢 也非常愿意 助力你的梦想 希望你以后生活得越来越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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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作为一名师聪天使 可以说新田成长和出落的特别的优秀 所以在这里啊 我真的想给优秀的新田 给了不起的新田妈妈 点一个大大的赞 给咱们点一个大大的赞 我们2020教育 也会全心地助力新田 和美丽的新田妈妈 我们支持你们 谢谢 谢谢您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新田和母亲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您告诉我们 任何的生活劫难 唯有效对 这一点非常重要 谢谢您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祝愿你们的幸福心愿 能够早日地实现 也希望您在退休以后的生活 越来越快乐 谢谢您 而新田能有更大的工作成就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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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节目组的多方联系 我们来到了福建一大富一 阴阳结合敬老院 这是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顾问 万勇先生 长期以来资助的一个敬老院 万勇先生 也是江新田妈妈多年的挚幼 江新田和妈妈 在这里践行 尊老敬老爱老的公益活动 意义更为重大 尊敬的 爷爷奶奶 我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 熟语主持人 江新田 看到这么多的爷爷奶奶 都已经步入了老年 想必你们曾用各种各样的爱 为你们的儿女 为你们的儿女铺出了一条条成长的路 就像我的母亲 为了我的成长 付出了艰辛的爱一样 我要通过 例行 我的长辈 唤起人们 对老人 年长者的光爱 告诉你们 我们 爱你们 我的长辈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